有九人的登山團前往桃源復興鄉 仙島部落山區攀登雙十縱走路線 不讓途中遇到了虎頭峰群攻擊 有藝人為了閃避摔傷 有七個人遭到遮傷 其中五個人傷勢比較嚴重 出現了嘔吐、頭暈等等症狀 當地的導覽人員也提醒 今年水庫的虎頭峰看起來比往年還要多 登山客要提高警覺 搜救員趕底山區 因為一群九人登山團攀登雙十縱走路線 七人遭虎頭峰群攻擊 七位登山客被遮傷痛苦難耐 傷勢較重的五人不是頭暈就是想吐 搜救員趕緊進行初步減傷 我沒有呼吸不舒服 我只有過癮禁止的 所幸傷者意識都還算清楚 立即協助下山送醫 出現虎頭峰群的地點就在桃源復興鄉 仙島部落山區 二十號上午一群九人登山團攀爬雙十縱 走路線時 遇虎頭峰群攻擊 一人心欲閃避 一人為閃避而摔傷 但七人遭遮傷 五人頭暈嘔吐 傷勢較重 急忙報警求員 由於封這地點靠近石門水庫 桃源指揮中心請求水利署出動山板船 該走水路 以加速接觸到患者 所幸無人送醫救治後平安返家 下方表示八月到十一月是虎頭峰活躍期間 入山盡量穿著淺色光滑衣物不可噴香 提醒民眾上山多加注意 稷兒林出牆 桃源採訪報導 桃源採訪報導 桃源採訪報導